炎热的夏日,喝一口凉茶去降火,又或者是喝一口凉湯去养生 已经是成为广东人的不可小的好习惯来的了 但近日网上流传着这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 怕上火,难道你就不怕神衰竭,引起了大家广泛的热议 打开这篇文章,认真客人一下,一个很大的标题是映入我们的眼球 他上边说,为什么喜欢进宝的台湾会成为这个世界洗神之都呢? 为什么一向是吃得清淡的这个广东地区,竟然是成为了这个慢性肾病的高法区呢? 大家在喝凉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的神呢? 在大家对这两个问题思考的时候,紧接着作者又引用一系列的数据向我们展示 其中包括台湾中央保健局的洗神费用 以及美国肾脏登陆系统的全球洗神彭榜 惊人的数据显示出台湾肾病现象的严重性 同时也引出同样意外自保的广东人也有类似的问题 什么?这个全国慢性肾病的发病率是10% 而广东竟然是去到12%那么多? 喂喂喂,这个结果我就认真不满意了 说是我们广东人平时又注意养生又吃得清白 理论上是应该低于平均值才对的 为什么还会高了呢?喂,哪里?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很不满意啊 调查员你不要庆转 这些数据都是这篇文章的讲法 作者将我们的视线引入了日常饮用的凉茶上面 并且说支持的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以凉茶老火药煎汤为代表的 大量没有节制使用中草药的习惯养成 而且还列举了具体的事例来证明它的观点 不信你看? 哇,又真的有具体事例啊 这些文章就讲到有理有句 喂,你说如果它讲的是真的话 那我们平时经常喝的这个凉茶 岂不是成为了健康杀手? 喂喂喂,我现在回想起了 我经常都要喝凉茶去解渴的 你说夏天烧烤完又要喝啦 打完那里又要喝,吃完辣东西又要喝 你现在突然间告诉我,这个凉茶是伤腎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整个人都已经不好啦 凉茶的说夏天我们最喜欢的下火利起 也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饮品之因 广东由于天气濕热的原因 所以我们特别注重平时喝各种凉茶保健 不同的中药成分就会有不同的味道和效果 这些特别苦凉茶 好像斑沙凉茶的效果就很明显啦 有利于治疗上火,牙痛,咽喉痛 不单只是广东人喜欢喝凉茶 可以说每到夏季,全国人民都喜欢它 所以对于凉茶商上有这个问题 我们先问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啦 一般都是散装的 我们都喜欢斑沙的,觉得那个好一点 我是凉茶店拿的 我自己包的凉茶 应该不会吧 那是药三分毒吗? 我平时不太了解这个,不太清楚 适量的喝就可以 就是说你做凉太凉了肯定你不能多喝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本身就喝得比较少 觉得几十年都是喝这种凉茶 对啊,应该不会的 但是不要喝太多嘛 反正药都会有毒的啦,真的 这样看来大家对凉茶商神的看法各有不同 不过这个也是正常的 也都因为凉茶介乎食品和药品之间的特性 所以令到它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我们在饮凉茶的时候 似乎很少会考虑过 我们饮入嘴里面的凉茶 到底有什么成分 会不会对身体有所伤害 所以是很难了解它是不是相辰的 比较少 因为会比较注重它那个黄色龙的品牌吧 不太清楚 不知道 没了解过 散装它一般不包配方没办法注意啦 如果罐装的话会稍微看一下 但是基本上都是什么金银花 或者是糖水之类的 其实没什么用感觉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一千种凉茶自然就有一千种配方的啦 喂喂喂你说一千种太夸张了吧 不过我这么省就一定可以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的 正所谓这个百变不离其道 万变不离其中 接下来我就会在市场上找到 四种市面上很常见的凉茶的配方 一起来调查一下 配方瘾 钢梅筋 山芝麻 五指甘 淡竹叶 火炭墓 金沙藤 广东金钱 金银筋 配方二 菊花 金银花 半大海 积雪草 葛根 鱼腥草 零缝 桑叶 蒲公英 百合 百毛巾 配方三 金银花 木棉花 槐花 火炭墓 山芝 扁斗 戚壳 山茶 霍香 蒲公英 配方四 夏芙草 桑叶 野菊花 山芝展 契黄草 车前子 黄岭 这些常见的配方 已经是均齐的了 知不知道你说 这个凉茶 相肾是真 还是假 我说 就不算数的 所以我们今天 也是采访到了 中医药学领域 相关的专家 一起和我们 解开这个疑虑 这四个梁茶的配方 我看一下 基本上特点 就是基本上 都是一些 清热解毒 去食 这些 上火 这些药物的 那这对一些 可能这种 广东地区 这种 有热 有湿的 这些 人群来讲 它是有一定的 清热解毒 去食作用的 它只要根据地区 广东 属于华南 这个 云南草市的地区 有些夏天的时候 又热又湿又闷的 所以这种 有些清热去食 解毒的这些 这个凉茶 对这些改善 这些应该是 有些作用 有正面作用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常见的凉茶配方 其实大多 都是比较温和的 可以作为凉茶配方 的中草药 都是经过 成百上千次的验证 从而保证 以最好的药效 呈现给我们 这些中草药 相对于人体来讲 的影响是较少 我们从中吸取的 营养较多 那网传凉茶会伤身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凉茶是不是真的会伤身呢 在我们医学角度来说 伤身 必须搞清楚 伤身 我们所说的伤身 就是肯定是有 胜毒性的药物来引起 但是一般老百姓 伤身就不一定了解 这个概念 因为他说 凉茶会伤身 怎样理解这个凉茶伤身呢 这个伤身不是因为 它有含有那个 肾毒性的药物 而是凉茶 一般都有一个 去湿力量的作用 如果过度的去湿力量 容易导致肾虚 从这个角度来说 凉茶伤身 是可以讲得过去的 照样看来 凉茶就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压在手里面 一方面你说可以 这个 去湿清而解毒 而另外一方面 对身体又有危害 所以说 大家在烹饰凉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好 这个药物的容量问题 适中才是最好的 但其实 相对于这些问题来说 我更加去关心的是 你说现在市面上凉茶的种类 有这么多 究竟哪一种的 这个放火效果 是最明显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 现主的凉茶比较好 电布的吧 那些罐装的比较甜 好像都没什么效果 我感觉散装的 自己包的 自己包的效果好 形装 罐装的 我觉得其实没什么效果 究竟哪一款凉茶 它的降火功力是最好的呢 那我们的天堂 就辛辛苦苦地 从这个市场上 搜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凉茶 可以说 它们都是我们的市民街坊 平时最常见到的凉茶 类型 好像最左边的这个 就是我们常在超市买到的 罐装的凉茶 不需要多说了 而中间这个 是我们广东人很喜欢去买的 这个八年老字号的 这个凉茶店 燃熬出来的凉茶 最边的这个 是一些家庭主妇 在家里自己煮的凉茶 然后拿出来买的 那其实究竟 这三种凉茶当中 哪一种它的降火功力 是最明显的呢 我们现在立即拿去做线 市面上面的罐装凉茶味道甘甜 散装凉茶的味道就会相对辅一些 到底哪一种凉茶降火效果会好一些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检测结果 三种样品各取100毫升 一号样品 水分占85.33% 糖含量12.7% 其他成分1.97% 二号样品 水分占93.09% 借糖含量2.96% 其他成分3.1% 三号样品 水分占97.37% 借糖含量至2.36% 其他成分至0.27% 单从数据上来看 我们日常饮用的凉茶 除了大部份是水之外 罐装的凉茶含量量 明显比散装的凉茶高很多 除此之外 其他成分就没有太大区别了 为什么罐装凉茶的借糖含量会这么高呢 难道我们平时喝的凉茶全部都是糖水 站在药理角度的方面来说 罐装凉茶跟散装凉茶 它只要是配方一样 效果就一样了 但是呢 罐装凉茶呢 它里面肯定是加了防腹剂 还有一些甜味剂 就是物料 所以来说呢 它加的东西越多 可能导致的副作用也越多 还有一点呢 就是罐装凉茶 它不是现做的 它都是闯家做好的 它放的时间比较久 然后呢 我们散装的凉茶 都是当天煮 当天卖 它就比较新鲜 从这个角度来说 应该是选择散装凉茶比较好一点 原来是这样 我们喝凉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证真正的糖 合适的量才可以令到我们保持健康 另外 多久喝一次 一次喝多少 其实都要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 看开的人一定要少喝凉茶 其实夏季解暑 除了喝凉茶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其实西瓜是很好解暑的 对吧 包括西瓜皮 这叫西瓜炊液 应该是很好解暑的 荷叶也可以解暑的 绿豆也可以解暑的 好了 现在凉茶相慎 总算是搞清楚了 但我们回头来看 网上有那篇文章 不止说凉茶相慎的 还有药线 我平时其实都挺喜欢喝汤的 作为女生 平时都会关注一些 美容或者营养方面的汤线 因为我觉得饮汤不单止 营养好足 同时这个热量和脂肪又会少一些 其实对于这个药线汤相慎的话题 我一直都是很关注的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一起来调查一下 这个药线的老火铃汤 跟着我的角度一起来 如果要在八大菜系当中 评选出养生之罪的话 粤菜无疑是最深得民心 粤菜取之百家之长 用料广播 选料珍奇 配料精巧 以食客喜好而烹制 讲究清而不淡 鲜而不俗 乱而不生 游而不利 更加是一味龙汤 绝对可以唤醒你全身的细胞 这个老火铃汤的龙鱼 真的十分之有人 其实我们广东人的 这个广式老火铃汤 一直都是相当出名的 那蔡恩今天就来到 这个老广都知道的文明路 这里是有很多 我们广州最传统的一些小食 那今天来到这里就带大家一起去寻找这个 最传统最正宗的 广式老火铃汤 一起来吧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文明路上面有哪些地方 饮汤是很有名的 全有什么椰子 哦 那边是吗 这里 这里 这边 哦 那个 这东西最棒的了 好 谢谢 这里最棒的了 我们刚才有很多街坊 都只在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真的有一间 这个老广的这个特兴品店 而且还有很多人排队 我们一起去看看 嗯 我现在喝的这种呢 就是这里也很有名的 淮山竹丝鸡汤 其实刚才品尝过之后 发觉不单止是这个汤的味道 很鲜味 很浓郁之余 就连这个已经是煲过汤的这个汤渣 也就是这个竹丝鸡 吃下去依然还是有这个鸡的味道 所以说它这个选材首先是非常新鲜 而且经过这个大火炖了两个多钟之后 这个选材里的这个味道 是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汤里了 所以喝下去了 口感很正 而且味道也很鲜 既然是这样 我们一起来问一下这里的街坊 觉得味道如何 哈啰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里的汤的味道如何 椰子有椰子味 鸡有鸡味 两样之间中和一起好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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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 黎师傅 我真的想问一下 你们的这个拌品 究竟有什么秘诀 可以令到街坊是这么黏迷的呢 我的秘诀就是 保证那些食材的新鲜 以及那些质量 例如下的那些质量 较小的筋量 因为炖出来的那样 炖出来的那些味道才比较好 如果下的那些是差很多的 即是选材方面有讲究吗 有有有 其实除了选材之外 我们在炖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包括你说火候 时间控制 有啊 因为我们炖汤 以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火为主的 以猛火的 如果不够猛火 弹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一定要够钟的 弹出来 比如说这里两三个钟 要弹点汤 应该多了 因为时间长了 人家会流失 如果时间不够 会影响到汤的质量和口感 品尝完美味 得到了配方的调查员 马不停提赶往中药研究所 尽快了解药善相诚的真相 马主任您好 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有听说 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这个药膳 还有这个老火量汤里面 有一些处方 它是会伤肾的 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待呢 对 前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如果 配老火汤的料的时候 那要在医生指导下 他不会把这些药放进去的 应该说就不存在 这个伤肾的问题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 对了 对了 好的 那另外呢 还有我们刚刚是从一个 非常著名的这个大厨手上 是拿到了一个常用的配方 其实也是我们广东人 常见的这四款的一个药膳 包括是有这个 党森乌鸡 五指茅桃 虫草百合老鸡 以及四物汤 能不能请马主任简单的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四种药算它的一个功效 党森跟乌鸡 这是很传统的 不管南方北方人 不单是广东人 那都是常用的一个方法 本身乌鸡呢 就是补须补血的 那么党森呢 对吧 它就是一个补气的药 所以这个呢 这个汤呢 应该是补气为主 对于年老 体落 或者一般气虚的患者呢 那家里都可以被这个汤 来熬 五指茅桃吧 应该是广东这个地区用的比较多 它主要有点清热的作用 那么你配乌鸡也是可以 如果配五指茅桃 单单是说清热是可以的 但我还要引出个东西 我的个人经验呢 我觉得夏天呢 蜀色比较重 我们综艺里面 把四季中间 这个蜀天呢 成为长夏 也有的叫长夏的 那我个人推荐呢 冬瓜和玉米 来煮汤 是最合适的 而冬瓜呢 我又觉得 把那个皮啊 囊啊 一起洗干净 把那个皮和肉呢 可以分开 煮的时候呢 一起煮 你吃的时候呢 可以吃那个冬瓜的肉 喝这个汤 这个冬瓜再配上薏仁就更好 薏仁呢 本来是健脾化石的 因为这个天呢 这个季节呢 是蜀色比较重 我们综艺说 皮煮韵化水色 始终有这么个功能 你如果煮汤 煮个葡萄啊 煮个瘦漏啊 像我们江南地区的人 还煮一点像咸漏啊 葡萄要放上一点 味道又很鲜美 又能够持到清热解暑的保健作用 那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 药腺和凉茶伤肾的这个话题呢 都是做一定的了解的了 那其实正如我们刚才专家所说的 一个凉茶和药腺呢 对于肾的这个伤害呢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其实关键都是看回你自己的身体而已 如果身体是受保的话呢 自然就没有什么危害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呢 本身就是有点虚的时候 再去喝这个凉茶和净食这个药腺的话呢 可能就会伤害身体的了 那其实你说到说神虚这件事 在我们生活中是怎样判断呢 神虚的常见表现呢 一般有几个的 第一个可能腰霜啊 腰痛啊 腿软啊 这个驼晕耳鸣啊 眼花啊 有时候可能这个人比较容易累 预料多 心肤面减退啊 女的月经不调啊 等等 这很多的症状 讲起来大概有几种啊 第一个可能跟先天是有关系的 如果说胎儿这个阶段 如果这个营养不够 其他方面原因 还有这个遗传的因素啊 还有后天饲养啊 有些比如说劳累过度啊 现在的呢 你看这个因为工作压力啊 其他好像脑内过渡啊 或者是这个 有时候烦恼过渡啊 它都会引起这个胜序 有些甚至是药物啊 它都能影响这个胜序 市面上相信的药材种类凡汤 我们在食用药补靓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不省 夏天日常要保持住清淡的规律 进食习惯 再加上良好的作性 和一定的运动 会令到我们远离疾病保持健康 节目到这里 我们再送大家一个彩蛋 好惊喜的啊 今期节目的彩蛋呢 就是教大家 如何在家製这个健康凉茶啊 接下来的这些秘方 都是我在一些老中医那里得到的 是很适合大家下跪去饮用的 如果你想解暑又不相信的话呢 立刻要拿笔拿纸记下它啦 首先我们第一份健康凉茶的这个食材就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有这个九几大概是六到八粒 莲子芯两到四条 三渣两片 小菊花六到八叻 人芯大概是六到八片的 还有有甘草四片左右 最后可以根据你的口味加一些冰糖或者蜜糖都OK的 其实这一款的健康凉茶是很适合大家夏天去饮用的 因为有这个小菊花和莲子芯等等 都是一个解暑的很好的药菜 我们第二款的健康凉茶可以说是经济有实惠 其实材料就很简单 其实这个是我们夏季的这个小伙伴下 我们大西瓜的这个配套的西瓜皮 其实夏天很多人很喜欢吃这个西瓜去解暑和解渴 其实吃完西瓜肉之后这个西瓜皮 还可以去利用用来做一个降火的凉茶 这个做法非常之简单 大家可以将这些西瓜皮保留下来 然后是利用绿色的这一块将它切下来 切碎然后用来榨汁再加一些白糖 就可以用来做这个夏季消暑解毒的西瓜皮凉茶 这款凉茶不单单是可以消暑解毒 还可以利料的 第三款凉茶同样也是很容易做的 大家猜猜我手上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陈皮 大家平时吃完这个金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个皮留下 然后放在阳台晒干它变成这个陈皮 那陈皮如何去做健康凉茶呢 首先我们是要把它撕碎 然后放入茶杯或者碗里面 再加点糖加点开水 将它煮熟了之后 盖上盖炒10分钟左右 然后再打开它去渣 再放入冰箱冰镇就可以拿来食用了 家庭自制凉茶不大致健康美味 而且对我们的身体也好处多多 接着来我们再回顾一下 夏季怎样才会拥有健康而不伤慎的饮食习品 第一,补多伤慎的食品清单 避免或者小食 第二,有时间规律去进步 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制定 第三,避免睡得硬 熬夜,长时间集中的体力 努力劳动 第四,尽量避免同分过重的饮品 适量饮用果汁等健康饮料 第五,定期运动 加大身体排汗量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而爱生活的你 如果对于生活上有什么小移物 或者是生活的小贴士的话 就快点联系我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以及微信生活调查团 和我们一起互动 下一个生物小达人就是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